好 我們繼續來看 六十二頁 《雜案經》跟《相應部》 他說是先做組織的對比觀察 《雜案經》全部 上座部各派應該都是分為無送 那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上座部 有三部 就是《雲光部》、《赤銅碟部》 跟這裡的《所以卻有部》 這個都是屬於上座部 但是《雲光部》只有二十卷 還不是很清楚 那就剩下的南傳跟北傳 都是屬於上座部的 他說應該都是上座部各派 上座部有很多派 但是照這個看起來 應該都是分為五送的 就是五大類 分成五類的 《雜案經》先出長行的修多樓 《相應部》先立有祭篇 這個就不一樣 就是說 《所以卻有部》這一邊 是先立這個修多樓 但是南傳的相應部 是第一篇是有祭 有祭就是祭送的部分 就是企業的部分 這是先祭而後長行 就是南傳的部分 先有祭然後才有長行 那北傳是先有長行 然後才有祭的 不一樣 修多樓企業祭說 它是照這個赤地來說的 那麼畫地部的五分率 畫地部也是屬於上座部底下的 但是它跟這個赤同結部 都是屬於分別說部 分別說系底下 那麼此事雜說 為比丘比丘女優婆瘦 優婆瘦 優婆與天子天女 今極為一部 名雜阿寒 這是畫地部說的 法戰部 法戰部也是說一切有部底下 那麼四分率說 雜比丘比丘女優婆瘦優婆瘦 諸天雜地 就是第四魔犯 極為雜阿寒 那麼傳為雪山部 的匹尼姆經 說與比丘相應 比丘女相應 第四諸天梵王相應 如是諸經總為雜寒 那麼雪山部也是上座部底下的 那麼這個都是 那另外 比丘比丘女天魔等相應 相應就是雜 就是劍刺 那先比丘比丘女 然後諸天這樣 說明 這個雜阿寒經的內容 與相應部先例有祭篇相合 可能是 就是說 可能是影光部的別一雜阿寒 也是先有祭壽 那一般來講都是 這個先有修多羅的 那先有祭壽的可能就是影光部的 那因為這兩個都是屬於上座部的 就是說北傳的跟南傳的全部 就是這些提到的這些部派都是上座部的 但是上座部裡面也有 就是祭壽在前面的還是修多羅在前面的 這兩種不同 那麼 因為影光部也是先有祭壽 所以或以為雜阿寒應該是祭壽在先 但相應部的次同蝶部本 這個就是他的 他的這個阿寒經叫做相應部 那麼 以畫地部、法障部、影光部 同屬於上座分別縮系的流派 就是上座分別縮系底下主要有這個四派 就是畫地、法障、影光跟次同蝶 主要有這四部 那麼它是同一系的 同屬於系而經典結構相同 是不能證明為雜阿寒原形 那說一切有部它是另外的 它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我們稍微 就是上座部底下 一般我們是這樣 這佛滅後開始分成兩部 原始的兩部 這個就是上座跟大眾 上座跟大眾 那上座部底下 主要有兩系 就是說一切有部 說一切有 跟分別說 另外還有一系是獨子系 獨子系是後來的 那主要是這兩個 那我們的雜阿寒在這裡 我們的雜阿寒 分別說底下 主要有四個 法杖 譚無德部 四分綠的 畫地 五分綠的 彌撒賽部 然後這個 隱光部 夾色儀部 隱光 赤銅蝶 這個是南傳的 都唸赤銅蝶 都唸赤銅蝶 可以唸赤銅蝶 那麼赤銅蝶部 這個是相應部 這個是雜阿寒 那剛才講 眼光部 別譯雜阿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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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 別譯的雜阿寒 這是北傳的 北傳的有兩個 雜阿寒跟別譯雜阿寒 南傳的就相應部 那別譯雜阿寒也是 寄送在前面 赤銅蝶部 也是寄送在前面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 就是這三部境 那這兩個 都是寄送在前面 你不要以為 寄送就真的在前面 因為要探討的是 上座部 原來他是怎麼樣的 那這兩個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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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修多羅在前面 修多羅在前面 這個是寄送在前面 有寄在前面 寄送在前面 那你不能夠用說 別譯也是寄送在前面 所以 所以原始的 應該是寄送在前面 不一定 因為他不怕一樣 不怕一樣 傳送下來 基本上大同小異的東西 好 所以 他說 相應部是赤銅蝶部本 以畫地部法障眼光 都是上座分別說戲的 他們都同一 他們是同一個教 同一個派系下來的 同屬於戲 而經典結構相同 不能證明 雜喊的原形 那麼我們現在要講雜喊原形是指 這個 這個 因為原形是指上座部的 所以卻有部底下 而且他赤銅蝶部沒有辦法說明 所以卻有部的原形 我們說這個 這個都是部派佛教 到上座部底下都是部派佛教 那大眾部的雜喊不知道是什麼樣 因為沒有傳下來也不知道 上座部跟大眾部不曉得不一樣 不過上座部底下已經有分了 在上面就是大加塞結集的 它是這樣子的 這裡過來都是部派佛教的 部派佛教的 所以這個是上座部 這是大眾部 這個是加塞結集的 加塞結集的原始佛教 加塞結集的 加塞結集的法跟律 這個是原始佛教 這是原始佛教 那兩百年後 一百年後 那這個是部派佛教 那到現在我們看到的是這個跟這個 那你不能夠用這個來說明這個 甚至不能用這個來說明這個 那當然也不可能用這個來說明這個 那其實是這樣 好 所以他這裡講 這個 在九分教的成立過程中 先有修多羅俄歐齊悅 是佛教界所公認的 那因為跟南傳的這個 赤地不太一樣 不過導師講 雜喊的 北傳的雜喊這個赤地 比較是屬於原來的 所以你說要講誰更早 其實也很難講 那麼原始聖典的集出 因纖維簡潔的長行 適應通俗教化的祭壯 成立要遲一些 但是如果從結集的 從結集的歷史來看 就不一定是這樣 因為結集是先有民間的結集 才有官方的結集 官方就是生團的結集 如果從結集的歷史來看是這樣 大家設結集經典之前 之前已經有民間結集法聚經 這個結集 這個是結集 它是結集阿漢經 跟綠 結集阿漢經 就雜阿漢 我們講的相應雜阿漢 阿漢經只有雜阿漢 雜阿漢經 跟八十送綠 最初結集是這個 它是保留比較多的 但是在大家設結集 佛陀還在世的時候 以前有結集法聚經 那法聚經就是寄送的形式 法聚經其實是比較多 法聚經其實就是有寄的這一部分 寄送的部分 民間已經有結集這一部分 那麼也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變成寄送是 後來有些把它放在前面 就是大家設還沒有 就是佛陀還沒滅 佛陀還在世的時候 民間已經把佛陀說的法 用精簡的字句 然後是寄送在流傳 那你看那個 這個 這個 這個誰啊 那個周立盤頭前 出家的時候要背誦的寄送 你看都已經有這種在流傳了 所以那民間也有流傳 所以後來我們之前 讀的法聚披經 那個不過就是把民間 結集的法聚經 再加上故事 解釋 其實是這樣 那法聚經有很多的版本 非常多的版本 那因為流傳不同 所以 大家設結集之前 已經有寄送的結集 那麼大家設結集是 以阿罕前長行修多羅結集為主 後來有寄送 後來再解說 這個就是最初的三分教 好 那我們在網底下看 他講到 他說原始聖典的極出 那麼 因纖維精簡的長行 適應通俗教化的寄送 成立要此一些 就是民間的 教化民間的寄送 那麼適應通俗教化的寄送 在民間大家設結集之前 已經民間自己有結集了 但是大家設結集的主要是 佛說法的語體部分 長行部分 就修多羅部分 其實是這樣子 好 修多羅長行的次第 那麼就是哪一個在前面 哪一個在後面 相應不立 因緣運 六處 跟稻品 四邊 把因緣放在前面 那麼 運處 跟稻品 放在後面 雜寒經 運 五運是最前面的 六處 然後 緣起 雜音送 緣起 石地界這種 放在後面 稻品 是最後面 那麼這個次第其實是比較清楚的 因為 五運無我 五運無我 是主要 佛法 佛的說法最重要是五運無我 這是最簡單 最直接 最核心的部分 那麼再講細一點 就是心跟靜的關係 講根本就是身心的問題 因為生死就是身心的問題而已嘛 其實就是這樣 那麼 講細一點就是心跟靜的問題 這個身心面對這個靜的問題 所以這個叫六處 那麼再詳細一點就是十八戒 其實是這樣 這個是從他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心靜跟身心的關係來看 如果從生死的這個流轉來看 它就是從緣起 這裏面包含所謂的身心跟心靜的關係 無名形式明色六處 處受愛 取有生老便是有被苦難 這裡面包含著運跟處的關係 但是它就講它這個 所謂的有因有緣世間級 就是身心怎麼形成的 怎麼會是現在這種狀態 那為什麼會一直輪迴講這種 講這種 那這個 如果從 如果我們要從這個 這個來看 北傳的這種 就是 從五運六處 然後緣起 然後講道品 這個是比較符合所謂的 所謂的佛說法 就是說它的核心 重心所在 如果我們這樣來看 好 那你要說從緣起看 比如說南傳的 從緣起先講 是核心 那也可以 看你重在哪裡 那次第雖不完全一樣 而普提分法都是在最後 所以 都是道理在前面 道路在後面 就是真理是什麼 真理是無我 無我 不外乎是緣起無我 無運無我 六處無我 不外乎是這樣 不外乎是這樣 怎麼贈得無我 要具足哪些道德 功德 試念處 有哪些次第 這個就是道品的部分 所以這個很明顯的就是 道理跟道路 所以我常常講佛法就兩件事 道理跟道路 真理是什麼 怎麼贈得這個真理 那如果要再多加一點 就道德 要具足什麼功德 有這些次第 所以每本經都在講這個東西 修多羅次第所選 他一定先講修行的宗旨 然後修行的方法 跟修行的次第 修行的功德 所以我常常說 其實每本經裡面都有這些東西 那其實也符合 這雜含經裡面的編排次第 它都是這樣 修行的宗旨就是什麼 解脫嘛 那解脫的關鍵是什麼 無我 很簡單就是這樣 那修行的宗旨就是為了解脫 要離苦得樂嘛 那你要離苦得樂 要先知道苦怎麼來 要怎麼解決它的 那有哪幾種方法 從五運 從六處 從緣起讓去理解 那怎麼樣培養這些智慧 智慧一定要有定力 定力一定要有戒 那怎麼樣培養這些 那不外乎就這樣嘛 那說起來就是 偏重再會就講四念處嘛 偏重再全部講 就是講戒定會八正道嘛 依次第嘛 那如果偏重再從信心入門 那麼這個就講五根五粒嘛 反正就有偏重的問題 但是一定都一樣 那這個就是什麼 具足什麼樣的道德嘛 道路嘛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我常常講佛法就講兩部分而已 真理是什麼 怎麼去證得這個真理 那你從身心的問題去看 就是痛苦怎麼形成的 怎麼樣解決這個痛苦 那大概就這兩件事啊 那看起來明白不過 那其實你如果 你如果把這一些歸納了 你就知道佛法是在講什麼 那知道這個做什麼 知道這個你做什麼事情 你都有一個很完整 很明顯的次第 這個次第不離開解脫生死的次第 所以你真正了解緣起 真正了解世第 那麼你解決一切事情都是依照這樣 生死最複雜了 都是這樣解決 其他那一些小凡小腦 小小糾結那個沒有那麼困難 那個其實很簡單 都是這樣解決的 那麼一條很細的繩子 倒也可以割斷 一條很粗的繩子 倒也是割一割斷 只是割的時間比較久一點而已 刀要利一點而已 一樣的道理 好 那現在來看 他講到 他說這個 次第雖然不一樣 不過普提分法就是道品 三十七道品這一部分 都是放在最後面的 這個可以說是上座部送本的原型 那因為大眾部我們也找不到 沒有大眾部的阿涵經 大眾部的阿涵經 如果勉強講的話 就是正義阿涵 那麼有可能是大眾部的 只是可能啦 那他也不是雜阿涵 他正義阿涵 他有可能是大眾部的 那麼大眾部所傳是舉長行為例的 如磨厚升起律 磨厚升起律 磨厚升起律 是大眾部的律 大眾部的律 磨厚就是大 升起就是重 何何重 這個文句雜者 極為雜阿涵 所謂根、利、絕、道 如是此 名為雜 首舉的律顯然是普提分法 那麼以道品為首 表示佛法的重以實踐 那麼如果以磨厚升起律來講 那可能是道品放在前面的 那這個就是 如果照磨厚升起律來看 那麼 道品在前面 那麼上座部是道品在後面 是這樣子的 那如果以南傳北傳來看 南傳是有寄送在前面 就是起業在前 北傳是修多樓在前面 就是這兩個差別 好 那因為只有一個摩托升起律 摩托升起律因為是大眾部的律 那他只有這樣講 所以很可能是這樣 所以大眾部的誦本 因為現在沒有那個本 不過依照他的律 因為有大眾部律 那可能是道品放前面 如中部如河經說 當時共論的阿比達摩 是如來自正而宣說的 就是 南傳的 比較偏重在 這個論阿比達摩是當時佛說的 就是我們如果從歷史上來看 就是顯然不是 這是後來大家的論詩 要論說 論說這個佛法 就好像與且式地論 那不是佛說的 就是論詩說的 那是不是 那是不是 是不是 與且式地論 第一個是彌勒菩薩說的 還是五種菩薩的主要他的著作 那如果是彌勒菩薩說的 是不是一生補出那個彌勒菩薩 這個都還是問題 那麼彌勒應該是彌勒論詩 但是就會後來就說到 這個都是佛說的 那麼南傳的認為 論都是佛說的 阿比達摩是佛說的 甚至認為 這個佛道道立天為母親說法 就是說阿比達摩 那這個比較說不過去 為什麼 因為摩顏夫人根本就不懂佛法 那對佛法完全不懂的人 你跟他講阿比達摩這個 這個比較奇怪 那個論語太 而且那些 那一些 法句太多了 你說那天人比較聰明沒有 為天人說法 我們後面阿漢經會有 為天人說法 也不可能講那麼 那些阿比達摩的論詞 不太可能 那些新手 多少多少 那些 那個都是後來才有的東西 好我們往底下看 那 四念初 四正前 八 來自於八正道分 八聖道分 八正道 就八正道 四正道 四如一族 五根五律七絕之八正道 代表說一切有不得早期論書 就是他這個次第 那麼 法運族論 這是古典的阿比達 法運族論算是比較早的阿比達 那麼 但是現在的法運族論 就是玄奘翻譯的 玄奘一生六族論都翻了 戒身族 法運族 那麼 包括法治論這一生 那麼 全部都翻了 那 現存的法運族論 已經有經過後人的補充 書都是這樣 都會加一點 減一點 加一點 立二十一品 也是先舉道品 後面才說 處、運、見 緣起 上座布聖本 以道品為後 運、處等在前 表示了重於 事理分別的學風 因為阿比達摩就重法律分析 與大眾部分發 至於運、處、緣起、三宋的次第 由於經中有不同的次第 部派兼各取一收也就不能進合 到底是五運在前面、六處在前面 還是緣起在前面 就是大家 這個有什麼好重 好真的呢 不一樣 因為看重的不一樣 如果一簡單直接來講 五運最簡單 五運無我 就是身心的變化而已 色、受、想、行、視 色是身體的 受想是屬於心的 這是心的作用 就簡單講這個 你去觀照五運無我 這個是最核心的 那麼在處就詳細一點 就複雜一點 我們如果後面看到五運送跟六處送 你就會知道 六處送都比較多 因為它六處一定講六內六處跟外六處有十二個 眼睛看到這些境界引起什麼樣的新手 有多了一個禁 多了一個禁 多了一個禁 那麼這個就比較複雜 相對比較複雜一點點 那五運明顯很重在這個新手 受想行這部分 主要是這個新手 那這個六處講得詳細一點 這個新手怎麼來的 一定是處 處就是根層是合而生處 心面對這個禁引起這個新手 那複雜的把這個禁拉進來 一起考量 那五運直接考量這個新手 為什麼起這種新手 那它的實在性 它這種色受想行事 它這樣的一種新手 它本身的實質在哪裡 那你考量這個禁就又不一樣了 但是它就是比較細了 又不一樣 那講到戒十八戒 那就更細了 就更細了 就更成四 你就了別 合而生處處處受想施 五運裡面有時候會講到這樣 但是如果講多了就變成這樣 好 那它所以它這裡到底什麼在前面 有什麼問題嗎 其實如果你能觀都沒有問題 那像佛陀教羅赫羅 也是先叫他去觀五運無我 然後後來叫他觀六處無我 然後叫他觀圓祈無我 那他不能知 他沒有辦法 他就跟他講 你去為人家講五運無我 為人家講六處無我 就變成這樣 就是簡單的你講不懂 我就講深一點嘛 講細一點嘛 本來就這樣啊 好 那麼 那不同的次第就是大家重點不太一樣 以雜案經來說 佛命羅赫羅未重說法 次第就是五運六處 然後因緣 你看它就是這樣啊 那麼跟雜案經的誦誌相合 修多羅四誦的主體 雜案經有 運、處、因緣、地、戒、壽 這個是雜因壽 念粗、正、勤、如一族、更、立、絕、之、聖、大、分、安、那、波、那、學、不、壞、禁 就是不壞經 這個是道品壽 那相應部與之相當的是 因緣、戒、運、處、受、道、絕、之、念、處 乃至不壞經是一樣 然後第十五相應 相應部沒有學相應 學無學 那是編入真之部了 就真鴨罕裡面了 這部分有可以比較討論的 如第 第就講四第 雜案經在因緣與戒之間 屬雜因壽 而相應部屬於道品壽 就大篇 考雜案經說 惠根者當之是四聖地 若比丘若聖地如時之 苦滅到積 那麼苦疾 苦滅到積 如時之 四明會跟 就是四聖地 相應部的根相應 也是這樣說 地是聖地 是聖者如時之的 地就是地理 那麼聖者如時之的真理 就真理 所以相應部屬於大篇 道篇 他們的大篇就是道品誦 考所有切有部的阿彼達某 法運族論 與品類族論的謙問品 聖地都在念著與禁律之間 那麼 《法治論例》四十二章 以聖地與聖禁律同為功德類 而不是境界類 聖地屬於道品類 實為上座部的古域 好 就是你把它分在哪一類 所以你就 你這個就分在哪一個聖地 在什麼之後 後人 後人以四地為四出四間因果 四間的就是苦跟幾 初四間的就是滅跟道 所以 這個是屬於雜陰獸 是作為因果式理去理解 就是把這個四聖地放在哪裡 那么就可以看出 他是怎麼看待他的 说一切有部的古说 没有说到受相应 但在扎喊的 与其论色四分 都在戒以下说受 相应不是属于六处边 六处是依六处而起 就是眼处所生受 耳处所生受 乃至于义处所生受 就是你的感官 面对到境界 然后其分别跟成是 何而生处 处聚受就开始会有受 那么受最主要 一开始只有苦受跟热受 后来又有一个舍受 就是来说明不苦不乐这种 然后后来又说 忧跟舍 喜跟忧 后来变成苦乐喜忧受 那么这个是 这个六处依六处而起 六处依六处 就跟成是何而生处 的这个处 那么受是可以设属于六处的 但受一于六处 而六处于内六处 外六处 经六四 三合合而有 那么属于杂音送的戒相应 也是很合理 看你怎么分啊 企业部分 杂阿哈女相应部可说是非常相近 企业就是寄送的这一部分 那么 唯一不同的是比丘相应 南北传的企业 那么就修多罗部分比较有不一样 但是企业的部分 南北传最大的差别 就是这个 我们来看 他那底下 他说 这个杂阿哈经比丘相应 在八仲宋 就比丘为首 就是北传的杂阿哈 这个八仲宋 是在企业初 这与化地部 法战部 别意杂阿哈都是一致 那么赤铜碟部 不知道预计什么理由 将有记的比丘相应 不与有记的河边在一起 而编入因缘篇 他说 这是不适当的 那么其他的记者是分别说戏的 比如说 比如说 别意杂阿哈 那么 或是法战部的 化地部的 这个都是跟赤铜碟同一系的 全部都是跟北传的一样 那 为什么南传的特别跟人家不一样 就编入在因缘篇里面 那么记说部分 似乎 这个就是企业 前面修多楼 其实就是 稻品送 在前面或在后面 这个不一样 那 它的刺激也有些不一样 就差别比较多了 那企业就是 大概都一样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 这个比丘 比丘相应这一部分 那么边在八众送 还是边在因缘相应里面 那么既说 相应部的龙相应 金赤鸟相应 钱达婆相应 女人相应 这四部分是杂阿哈 没有这几种相应 没有龙 金赤鸟 钱达婆 还有女人相应 不过这可能在 意思的卷22中 就是没有 不代表它原来没有 因为北传的杂阿哈 丢了两卷 丢了两卷 那么有可能 这个部分是 本来有 然后丢掉的 也有可能没有 不知道 但是导师说 可能是有 然后再就是丢掉了 杂阿哈金的马 摩河南 夜报 相应部没有 这三相应 这个南传的没有 那他没有 并不是说他真的没有 是他在相应部里面没有 但其他的经里面有 就是编入到真治部里面去的 那我们说阿含经 我们前面有讲过 有些人忘记了 我们再提醒一下 原来的阿含经 它其实是 原来的阿含经 其实是大家设结极的阿含经 就是大家设结极的 结极的这个阿含经 那么结极出来之后 那慢慢之后 越来越多 又加进去 加进去 加进去 加到越来越多 开始第二结极 七百结极之前 这个是五百结极 第一次结极 七色窟的结极 我们叫七月窟 这个是辟舍离结极 到七百结极已经有四阿含 大家设结极只有一个相应阿含而已 就是杂阿含而已 大家设结极的时候 只有杂阿含 只有杂阿含 跟这个八十送绿 只有这两个而已 但是结极完了之后 开始不管是绿还是阿含都加加加加加加 加到七百结极的时候 已经有四阿含跟论了 就经绿论了 那四阿含就是杂阿含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就开始分 把杂阿含原有的又分一些 就分裂 分到所谓的四阿含 正一阿含 长阿含 中阿含 就变成这样 就是他不是到这里才有 不是到第二集才有 在第二结极之前 就渐渐渐渐渐越来越多 开始有人分了 所以原来在杂阿含的 分一些到其他阿含 那原来不在杂阿含的 加到杂阿含里面 都有这种情形 不过就是杂阿含是保留最多 原来加设结极的东西 是比较多 那么加设结极之后 又加进去的并不代表 是后面的人加的 就是说 因为才五百阿罗汉结极嘛 那阿罗汉有几万个的 那还有比丘尼 还有这一些长者居士 他们所知道的都是佛说的 就开始慢慢加进来 那这个可能不是加设结极的 但是是佛法 佛陀说的 就是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 加设结极是之前 加设结极在上面 就是佛所说的 佛所说的法 佛所说的法有这么多 加设结极的五百阿罗汉 可能结极这么多而已 那后来还有一些就 这一部分被遗漏了 就不断加进去 不断加进去 不断加进去 那当然也有可能 原来没有的 就加进去 因为佛所说 跟佛弟子所说 跟弟子所说 这一部分就不断加进去 加进去之后 包括大加设结极 也不是结极佛说的而已 也有佛弟子说的 舍利佛说的 须卜迪说的 佳瞻眼说的 一样有结极进去 那么后来就 所以他后来加进去的 可能不是加设结极的东西 但是是属于佛所说 或佛弟子所说的 那因为越来越多 所以后来就分成四阿罕 其实是这样的 四阿罕是第二结极才开始有的 第一结极没有四阿罕 论也没有 那这个关于这样的历史 我们必须要知道 所以你也不要说 这个后面的 加进去的都一定是 后面的人加的 不是 他有可能原来是 最初佛所说的 这是结极的时候 没有结极进去 很明显的 佛罗那 大加设结极完 佛罗那从外地赶回来 听闻到结极的内容 直接就去找大加设 我亲自听佛说 这个 关于戒律的部分 应该要怎样 佛 他也是大阿罕汉 也是三明六通的大阿罕汉 但是他没有参加结极 那结极完了他才知道 才回来 那回来他直接去找大加设 说 这个是我亲耳听佛说的 他不会打忘了 当然也不可能记错 那么佛说这个可以 太远 大家是也不接纳 就没有加进去了 那 类似像这一种的非常多 后来就 各个部派嘛 我们就把它加进去嘛 因为我们就知道它是真的嘛 就加加加 所以后来部派的金跟绿布一样 就是这样来的 那 这个是 所以我们不能说 这后面没有的 那也不能说 这个后面加进去的 一定就是 也不能说一定不是 不能这么说 还要看 好 所以这里 他讲到 他说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这个 马相应 磨染相应 夜报相应 那么 他是编入真知部 他也不是没有 他把它编到真知部里面去了 病相应 主要分散在相应部的各相应中 而杂涵却极为一句 就 比较后面的部分都是病相应 里面都是记载 比丘生了病 那怎么样怎么样 有些要自杀的 就讲这个 那是有一些就证了阿罗汉的 那么 这些杂涵把它放在一起 那是难传的 就分散在各个相应里面 那么杂涵经卷二十三 包含了相应部的云相应 禅定相应 云就是云天 那么 无为相应 现观相应 路相应 身相应 烦恼相应 七种相应 所以相应部例五十六相应 杂阿罕 判为五十一相应 修多罗与企业部分 可说是大同小异 既说的部分差别比较大 主要也还是主集分裂的不同 其中也有非常不同的 那是上座部再分发 上座部再分发 就分别 分为 根本说一句有不 跟分别说不 那么各自为 各部自为 节级补充的 就加进来 加进来 那么 道论就经数多少时 再为说明 然后这一部分 老师说 到底有多少经 再来讲 就杂阿罕经 汇编这一部分 杂阿罕经 与相应部 仅有先长行 或先寄送的重要差别 就是北传的跟南传的 阿罕经 杂阿罕这一部分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 先长行 或先寄送 南一说一切 有戏的古老传承 知道全部为修多楼 企业技术 三部分的综合 所以这样看起来 如果依这一点来讲 北传的杂阿罕 更接近原始的上座部 如果单单依这一点 所以南传的很喜欢说 他们是传承古上座部 上座部的 但是如果要从 相应部的阿罕经 跟杂阿罕经来看 那么北传的杂阿罕 可能还比较接近古上座部 因为我们都是在部派 我们是底下的 说一切有部 再做一切有部 直接底下的 那上面 是说一切有部 细跟分别说细 上面才是上座部 那如果要讲 传承 上座部的 南传的比较喜欢说 他们的相应部 不是赤同碟部 如果你看南传的很多的 这些大德讲的 他也是这么强调的 这也难免 他不会讲他是赤同碟部 他不会讲他是赤同碟部 他不是赤同碟部 他就是上座部 他比较会强调这样 他就是古上座部 就是他是一直传承下来的 他这个部派是从上座部 其他的可能都偏了 偏了 偏了 那他是一直直接传承下来的 他会这样讲 比如说 他其实不是赤同碟部 他就是上座部 但是这两个传偏了 他们是分别说的 分别说里面 他就是直接传承 所以他认为 他是这样直接下来的 那其他的就是 到这里的时候这两个偏调了 然后到这里的时候 这三个偏调了 就变成是这样 就是他会直接认为 他执承上座部 但是如果我们看 导师引用的这个来讲 这个杂寒间还比较 比这个赤同碟部的 还接近上座部的古意 这样分析 当然这是导师的分析 那如果因然传的这一些来看 他一定不会认同 但是我们就 现在以导师的说法来讲 就是说这样看起来 其实还比较接近 上座部的古意 说比较古老 比较接近上座部 还不能说接近大家设的 还没有办法 就是原始佛教的这一部分 那部派佛教也有分好几层 第一层就是上座部 第二层是 社会却有部跟分别说部 就这两个 第三层才是底下 我们现在都在第三层 如果要从佛陀开始讲 我们现在第五层 佛陀是第一层 大家设是第二层 然后上座部 部派这个是第三层 那分别说戏 说一切有部戏 这个是第四层 我们是在第五层 就是已经这样沉沉下来了 好 所以但是这里讲 杂寒经看起来 更比相应部 更接近古上座部印 好 说到义礼方面 就当他的部类 这样来判定 那讲到他的意义 虽然是原始佛教的圣殿 那我们都叫做原始佛教 但是现在其实这个原始佛教 其实是部派佛教 如果我们要分细一点 现在我们把这个都叫做原始佛教 但是我们分细一点 其实就是这样 佛陀说法实是根本佛教 大家设结局叫做原始佛教 但是我们现在都是部派佛教 都是部派佛教 但是把这个阿含经 把它看作是原始佛教圣殿 好 这到底已经是部派的圣殿 所以现在讲原始佛教 其实都是部派佛教 都是部派佛教 不管你再怎么样讲 都是部派佛教 不管是北传的南传的 都是部派佛教 而且是部派里面的第三层 第三层 第一层是上座部 第二层我们是说一切有部 他们是分别说部 南传的是分别说部 我们是说一切有部底下的 说一切有部底下的杂涵 他们是分别说部底下的赤同队部 都第三层了 到底前面的原貌是什么 其实不容易完全知道 只能够约略知道 其实是这样的 就好像佛陀当时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现在不可能完全知道 但是透过现在的经典 大概可以知道 佛当时都说些什么 因为他不可能完整的记载 就好像我们看历史书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可能完全知道 但透过历史约略知道 但是写历史的人会篡改 写跟他有利的 写跟他有相关的 写跟他喜欢的 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要透过比对 你才会知道 那这一部分都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 他说这个已经是部派的顺本 杂涵经跟相应部 都已经挤入字部特有的见解 自己比如说南传的也一样 北传的也一样 同谍部特有的 或是这个说一切有部特有的 如说一切有部主三世时有 所以杂涵经有云和一切有的经说 因为我不晓得这一本是在 我看一下 看在第几经 云和一切有 在路畜相应二世期间 我们看第几页 路畜相应二世期间 第几页 路畜相应二世期间 二世期间 第几页 二三五二三六 二世期间 我也不知道这怎么看 二世期间 再 二三六 二五二 这个有第几页吗 我不晓得这个怎么看 两百四十二页 两百五十二页 这个是第几页 一百八十八 一百八十九 后面这个是金吗 我不晓得 在第几页看得看吗 二十七金 二二之五十八 这个我不会找 这个我到时候 我再来研究看看 这个叶翅是怎么样 第几页 二五八 二五八看一下 二五八 二四七经 好 好 好 这二五九 祂的叶翅在二五八 最后一行 就二四七经 这到底是怎么看 二五八页怎么看 我看一下这怎么看 有空再研究 好 二五八 二五九 二五九第一行 这个叫做 云和一切有 所谓一切有 云和一切有 就这一部经 那么这一切有 其实是说一切有不 所以他认为 三四十有 法庭 一切有 好 那这个就是他 加进去的 那其他的没有 那南传的也有 南传的也有 也有自己 字部特有的见解 所以这个杂寒经 云和一切有 在二 在 二五八 二十八月这里 这个就这一部经 肯定的说 已有过去涉故 已有未来涉故 并到处说 如当说 如是 有即当之 亦如是说 那这个在里面都有 就我们就 不一一去看 你看 费时间 好 我们后面 如果有读到 再回过头来看 这是三四有 是相应不 所没有的 那么 这云和一切有 这个是一部经 那么 已有过去涉 这个是另外一部 那 它是不同的 那么 已有未来涉 已有过去涉 已有未来涉 好 我们看一下好了 既然要看 我看一下在哪里 一百二十六月 你们比较会对照的 再对照一下 这个 在 五蕴相应 一百三十三经 在哪里 看一下 五蕴相应 一百三十三经 蕴相应的 一百三十三经 最前面 蕴相应 一百三十三经 五七 五八 五九 六十 七四 一百三十 第几页 第几页 一百二十九页 好 我们来看一百二十九页 奇怪 它这个页数到底是怎么看的 看不到 看不到 这个页数 一百二十九页 好 来看一下一百二十九页 一百二十九页 一百二十九页的一三三经 它讲 因为佛陀曾经讲 不顾过去色 不信未来色 于现在色 焉离欲灭尽 所以 受讲行事也是这样 他说那一定是有过去色 现在色 未来色 所以佛陀才会讲 要不顾过去色 不信未来色 这是他的解释 所以 那么 这个是 这个就是他自己加进去的 因为 他明显的就是 因为佛陀曾经讲 要不顾过去色 不信未来色 那么 一定是有 所以佛陀才会叫你不要这样 那这个是 所以 很明显的是 这一部分南传的没有 其他部派不一定有 但是就是他自己加进去的 那么像这一种的 还 还在这个我们北传的里面都有这种 那南传的没有吗 南传的一样有 因为我们没有南传的项院部 不然拿来比对也是可以看得到 他一样有他这样的一部分 那各个部派都有加进去他这一部分 那律也是这样 法也是这样 那很明显的 像我们都是受四分律的 那四分律很明显的就是 不可以塔下怎么样 不可以塔下怎么样 你对照五分律一条都没有 关于塔的一条都没有 那 不可以按佛像在下座 挤在上座 佛陀实在都没有佛像 明显是自己加进去的 那关于这一部分法跟律都有 部派他中 他所中的 他就会把这一部分强调 就会加进去 那这一部分我们把它抽离出来就好 所以到处说 如当说 如是有 其当之 亦如是说 那这个在哪里呢 我们看一下 就稍微先看一下 有个印象也好 在我看一下 这个在 运相应一百一十一经 运相应一百一十一经 第几页 运相应一百一十一经 你们比较快比我厉害 一百一十一再往前 一二三 一百一十一经 这个翻了那么多一 你看 那个一很多个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一一到一一二 一一一二 这个写那么多 你看 如当说 有其当之 亦如是说 都这个 那下面也是 如当说 有其当之 亦如是说 你看 到处说这个 如当之 有其当之 亦如是说 那么这里就是 这个也是 所以他说 并到处说 如当说 如是有其当之 亦如是说 这是三四十有说 是相应不所没有的 那相应不 相应不 加进去的 有没有也有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下午再来看 吃铜铁布 是在石油 他一样有家 一样有家 所以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布派的了 都是布派的 好 我们今天早上先上到这里 下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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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